这块地的牛边草是上个月4月底割过的 到今天为止刚好一个月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收购第二批了 这个草的生长速度还是挺快的 只要你的水跟肥够就完全没问题 其实跟黄猪草的产量是不相上下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养个十来头牛 不想投入太多的大型机械设备 比如说收草机还是说打草机 种这种牛边草可能更适合一点 像那个黄猪草你长到4到5米的时候 它的杆子会老掉 你必须得要把它用揉丝机把它揉丝 不然那个牛是不会吃的 但是这种牛边草它就不一样 你嫩的也可以吃老一点的也可以吃 你像这里有一根是上个月应该是漏砍的 现在这一根的长是相当好 已经长了一米多了 牛边草最大的必定就是不好收割 自己要掌握时间 尽量在它不倒腹之前 就用那种割草机直接割了 那样速度也挺快的 像这样有个五六十公分嫩一点的 它也可以做种结了 对于那些想饮种的朋友 没必要去大面积去买它 你买上一点点自己做繁殖 其实速度挺快的 你毕竟一亩田最少草总要达到两百五十斤左右 其实这样算下来成本也是挺高的